大家好我是大树 继强国政府在法国安插的国安特务反叛爆料以后 这两天又一个潜伏在澳洲民运圈里的特务开始惊天爆料 这个特务不仅揭示了中共的特务系统是如何在海外运作的 同时他也揭露了他曾参与的一些跨国绑架事件 其中就涉及有名的政治漫画作家变态辣椒 和曾经被宣告溺水身亡的为低端人口发生的艺术家华勇 此消息一出震惊死人 Eric是潜伏在海外民运圈里的一个所谓的反共特务 他在公安部的一个部门工作 这个部门叫做政治安全保卫局简称E局 这个部门是当局的镇压武器 在全球范围活动 那主要就是针对异议人士进行全方面的打压 那么Eric强调说 E局是中国政府里最黑暗的部门 在处理异议人士时 这个部门可以表现得完全不受法律保护一样 可以对异议人士为所欲为 也就是说这个组织完全是建立在法律之上的 它既属于公安系统 但又完全凌驾于公安之上的一个 不受任何系统制约的这么一个国安部门 那么根据Eric的描述说 他是从中国逃离后 于去年抵达了澳洲 并向澳洲安全部门组织透露了自己的过往 甚至把自己过往的行动材料交给了澳洲政府 Eric说 他的上司给他的任务 主要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捕持不同意见的人 而为了取得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的信任 他会扮演老板 房地产 还有各种公司的高管 甚至还能扮演反共的人的角色 以试图获得民运这群人的支持 并将这群人引诱到那些可以被绑架并遣受回中国的国度里去 像是什么柬埔寨 泰国之类的 这些都是强国政府的后花园 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可以为所欲为 那么Eric把很多自己曾参与绑架民运人士的秘密文件 转交给了澳洲记者 那么这里就有强国政府想绑架的民运人士 变态辣椒的原作者王立民 我们看采访中 收到材料的记者 先是到了变态辣椒的作者王立民的家中 就问他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国宝监控的对象 王立民就提到了Eric这个人 但是在这个节目采访他之前 他并不知道Eric是强国当局的特务 那么Eric当时是以一个在柬埔寨的网友的名义 让王立民给他设计logo 并且还支付给了王立民一笔钱 那他当时设计的图片 Eric还用了 后面这群人还想借用高薪 要把王立民骗到柬埔寨之后 给他抓捕了 然后遣送回中国 那么王立民一听 对方要给他一个创意总监的这么一个身份 他当时确实有点心动了 但是他的老婆救了他一命 他老婆觉得对方不可靠 所以最后他就给回绝了 当记者给王立民看到他的对话截图时 王立民都傻眼了 因为优箱地址和对话的内容历历在目 王立民感觉很诧异 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属于那种不重要的人物了 因为墙内只需要把他屏蔽掉就可以了 应该不属于政府监控的重点对象了 但没想到自己还在对方的监视之中 对方还一直在收集他的情报 所以这点让他极为震惊 说到这我想说在强国政府那里 一个异议人士拉死放屁都是重要的情报 因为这些情报可以知道一个人的生活习性 身体健康之类的 从而在这个基础上 当他们决定下毒手的时候 这些情报可能就成为了重要信息了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艺术家华勇溺水身亡的消息 事实上这个消息对我来讲是极为震惊的 因为以前我偶尔也会看一下华勇的视频 我知道他在泰国那段时间是不好过的 那后来华勇几经周折来到了民主世界的加拿大 然而他在这里都没有来得及呼吸几口新鲜的自由空气 他就永远葬身在这片土地上 而加拿大警方完全不能为华勇的死 讨回一个正常的说法 因为华勇的死一切都看似非常的正常和自然 不过对于华勇的死 当时很多人就在质疑 就觉得一个潜水的高手不可能溺亡的 一定是强国特务干的 但是口说无凭 警察都定性了 毕竟怀疑是怀疑 你得有证据 直到最近 Eric把一些关于华勇一直遭受当局监控的截图内容 公布于众之后 大家才开始细时极恐 认为华勇的死和强国当局是脱不开关系的 Eric爆料说 强国政府看华勇非常不爽 一直想办他 想把他从柬埔寨或者说是老挝 从那里把他引渡到中国 而这个要办华勇回中国的其中一个特务 那就是Eric Eric在了解了华勇的一些个人特征之后 他就假扮成一个反共的民运组织 然后拍了一些武装的视频 想引华勇上钩 华勇一看 这群民兵组织还有武器 真的是中国的未来 所以他看着热血沸腾 于是就上钩了 说到这儿 画面又一转 记者又把关于华勇的情报图片 交给了加拿大情报组织官员 这个官员看完之后 表示极为震惊 因为截图有记录华勇的各种活动地点 其中就有一条华勇去湖边游玩的这种路线图 到底要去了多远 这个距离和行程都是详尽的 所以很明显 华勇的死并非意外 那么Eric对此表示 他没有参与到这起事件中 但是他强调了 华勇一直是对方监控的重点对象 那说到这儿 尽管是这样生动的报道 还有很多人看完后 表示对该节目的质疑 比如说油管大V老王 如果是被对岸迫害的人 其实都知道一点 一旦他们被这群人缠上 那这个人呢 就成为了他们终身打压的对象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被迫害的人 他会看到对方采用的各种恐怖施压的手段 所以老王要真是一个被对岸摧残过的人 他不可能不知道对岸的各种手段 另外大家也想想 如果华勇在海外都能如此逆亡的话 他被押送回墙内 那他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Eric身份是秘密警察 可是当他发布那个民兵视频的时候 他都遭到了当局其他国宝部门的骚扰 那这一点上呢 也恰巧都说明 国宝与国宝之间是没有对接的 他都有自己的秘密警察在海外活动 如此看来 无论是中国的特务也好 还是秘密警察也罢 他们都是这个政权下的牺牲者 因为最坏的 最肮脏的 最龌龊的 最吃力不讨好的 最危险的工作 全都是这群人在冲锋陷阵 干好了害人 干不好成为被害人 里外都不是人 活着找人骂 死了又遭天前 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秘密警察 可以把自己的枪口抬高那么一丁点 放过那群真正热爱生命 热爱这个国家 热爱他身边的这群可怜的人的中国人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